记者张聪秋章话报道,实力派资深艺人廖俊,日前才阴一句话,我,花生。 神回复民众问他是艺人,艺人,吗? 在网络爆红,金,二十,天,他妙语如珠又出金句让人观耳, 演土地公的他竟然可以演到差点把信徒吓死, 还一度让信徒以为,会不会是土地公真显灵廖俊讲故事, 脸部表情逗趣,肢体动作丰富。 记者张聪秋翻社,廖俊做出当时把他当成土地公显灵的信徒表情。 记者张聪秋翻社,廖俊说信徒持音箱要拜庙里的土地公。 记者张聪秋翻社,在彰化献花坛乡台湾民俗村拍戏的廖俊,主持,演戏功力一流。 为了逗大家开心,以及让电视观众知道台湾拍摄乡土节目的趣闻, 今天他在民俗村拍摄现场向媒体道出演土地公的趣闻, 廖俊分享拍戏过程发生趣闻。 记者张聪秋翻社,资深艺人廖俊在彰化献花坛乡拍戏。 记者张聪秋翻社,廖俊口才好,肢体语言更是丰富, 边说边搭配肢体动作,把拍摄过程发生的趣闻讲得生动逼真, 连采访记者也不禁开怀大笑。 廖俊说,演戏场景在寺庙里,他演土地公,现场灯光师打光要拍场景, 突然,有信徒持心香进入庙里拜拜, 乍看眼前怎会出现这么一尊体型特别大的土地公, 信徒不宜有问题,还准备弯腰拜这尊土地公, 当下他觉得不妥,生命才可被人拜,活人怎么可以被拜, 于是二话不说,马上起身要离开神明桌, 不料,信徒看了土地公突然起身,大叫一声, 人跳起来,脚步往后退几步,身体也往后倾斜, 一脸惊慌,你是人吗? 信徒问,廖俊答,哇,我,廖俊演戏了。 信徒一听又惊又喜,惊的是, 差点以为自己是不是看见土地公显灵现身, 戏的是,七眼目独自身演员演技真功夫, 演得实在太响,太逼真了。